每年8到10月是文旦的盛产期 也是最适合出文旦的季节 果肉香甜有吃的文旦 相当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台湾文旦种植面积大约4000公顷 以种植面积排序分别是 台南麻豆 花莲瑞穗 新北巴黎 云林斗六 宜兰东山 花莲玉里 台南夏营 嘉义竹崎 苗栗西湖 以及台东东河等10大产区 因为气候地理环境及土质的不同 口感各有千秋 而每个产区出产的文旦 都有专业化栽培管理 尤其很多生产者 更是通过产销履历验证 让国人买得安心 这些文旦都有产销履历标章 每个产品生产批识公开透明 产品流向可以追踪追溯 透过第三方验证制度提供 产品安心安全的保证 文旦挑选的秘词 基本上可以掌握三大原则 首先看外形 整体左右对称 头肩 脖子短 下盘宽 呈现不倒翁状的文旦 这类外形的文旦 裹肉会较丰厚 接着轻轻地按按看 选择外皮光滑的文旦 轻轻按压 若按下感觉有弹性 则表示裹肉较多汁 最后比重量 挑选两颗大小相近的文旦 两手各拿一颗 点点重量 轻泡几次 感觉比较重的 通常代表水分较充足 果肉品质较佳 产销利率农产品 遵守台湾良好农货汉生产 能照顾到生产过程中 农产品 土壤 水源 甚至生产者本身的安全健康 对于环境永续 能做出良好贡献 文旦除了可以鲜食之外 还可以制作成非常多的加工品 包括柚子茶 柚片干 果露等产品 以及诱化沐浴露 洗发精等日常用品 另外 只要准备生菜及小番茄 再加入柚子果肉放在盘中 淋上柚香和风沾酱 就是一道简单又清爽的柚香沙拉了 透过加工品 消费者一年四季 就都能享用到文旦的美味 请不吝隆 serving aria 盈 ícul 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